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 太古风云无际回应得很快 十二桥有些不太妙了 魔界出现了大量的顶级妖魔 这些妖魔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据称他们都是黑暗远征军的妖魔 最低级的战士为天魔皇级 大约相当于太古的神级出境高手 而每个王朝回归的天魔神级强者几乎达到数千 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停留在第一魔界 目的干事不明 你要小心了 什么 太古剑阁 风云无际的眼脸猛然暴征 目中迸射出一片刺目的光芒 就这样 看那最新的消息 我再和你联系 第一分神匆匆地结束了与风云无际的联系 便大声喝道 叫佩里斯来见本座 不一会儿 在一名妖魔战士的引领下 眼圈有些发黑的佩里斯走进了大殿 退下去 第一分神在佩里斯身后的妖魔侍者身身一宁 怒喝道 妖魔一惊 连忙退了下去 风云无际的右手一挥 两身厚重的玄铁重门闭合开来 大殿内顿时黑暗了下来 只是这种黑暗对于妖魔们来说 并无阻挡视线的作用 佩里斯 你说你来自暗财所 博览群疏 为何这魔戒黑暗远征军的关系 我却从未听你 想真道解 风云无际的声弱兵珠 透露出冷冽的杀机 这一次 风云无际对佩里斯是真的动怒了 这种重要的消息 他居然一直为谈起过 佩里斯叹息一声 双手垂了下来 眼眸中微微闭合 主公 这件事是我的失误 主公若要惩罚 便惩罚吧 佩里斯绝无怨言 风云无际冷冷地盯着佩里斯 半声方恨恨道 占留你的头颅在相上 告诉盆作 你可以应对执法 那黑暗远征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公无需慌张 这次 这般多的黑暗远征军回归魔戒王朝 绝不可能是针对我们中央王朝 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值得 这般多的顶尖妖魔一起围攻 排除这个原因 那么黑暗远征军只可能针对太古人族的 佩里斯胸有成竹啊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照了照眉头道 不过 我们已与尼古拉斯王朝交恶 不排除他们借用这个机会 利用降临的黑暗远征军 进攻我们的可能 这一点 主公还需防备一下 第一分神文说之下 心中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又定了定神道 告诉本座 这个黑暗远征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黑暗远征军 他乃是由虚无之君 从各个王朝最强的高手 调集在一起 应对天堂攻击 同时帮助传播黑暗主神的光辉 扩展黑暗主神信仰之力的一个庞大军团 当初召集之时 十三位黑暗主神同时出面 降下神域 所有王朝都不得违抗 这也是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权力剥夺 黑暗远征军 与天堂的战争 向来激烈 加入黑暗远征军的军团 几乎不可能重归魔界 是的 我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也不知道是哪位帝王联系到了虚无之君 才让他放下这么多黑暗远征军下来 至于虚无之君 我也只知道个名字 详细的便不知了 即便是暗财所所记载之中 也只有指灵骗爪 触及这强大的存在 这已是我所能触及到的秘密极限了 佩里斯不无遗憾地道 风云无际缓缓地站起山来 目露出思索的光芒 心中思存道 如果只是尼古拉斯王朝 尽千万的天魔皇级高手 我倒不担心 毁灭军团内的高手 加上水牢族人中的高手 虽没有这么多 但也不可能相差到不可弥补的地步 时间啊 虽然掌握了大量的魔爵 但本座却缺乏足够的时间啊 这么多魔爵 本座完全可以培养出一个 足以和这黑暗远征军所对抗的势力 我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 尽千的天魔神级高手 也是神级后期高手了 这股力量太可怕了 怎么办 第一分神的脑海不断地运转着 思蠢着对策 魔界的族人 属千神级后期高手 以老三的权利 应该可以调集吧 北海不是还有些高手吗 想了想 又自己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北海的族人出现在魔界 此时此刻 正值第一魔界出现这般多的黑暗远征军 北海族人一旦出现在魔界 人类的气息与灵魂 也将引起整个黑暗远征军的注意 到时不但不能自救 说不定反而导致被黑暗远征军集体围攻了 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默然之间 第一分神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神一亮 本尊 本尊的能力一直是个谜 即便是原初同意原神 但第一分神常常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自己与老三的进度已经够快了 但相比于本尊而言 却像婴儿爬步一般呢 本尊能力有多高 这个问题别说是第一分神呢 就是现在的第三分神 恐怕也看不清 往低了估算 有本尊的帮助 再加上王朝的力量 还有自己格 必要时 再换上太古已初步与青龙胜兽 融合的第三分神 这股力量应该足以将他们全灭了吧 想至此 第一分神的心中大定了 不过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本尊 到底在哪啊 压抑不住心中 对本尊本能的畏惧 第一分神 透过灵魂那一丝 缥缈的联系呼唤道 本尊 本尊 我需要你的帮助 另一端 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反应 我操 混账啊 到底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说再不帮我 恐怕我就得完蛋了 你功力再高 也得跟着我完蛋 数次召唤没有回应之后 第一分神 心底的一股邪火 砰的就冒了起来 不由破口大骂 这句话 似乎终于产生了威力 中央王朝的大剑中 层层黑暗散开 便在第一分神身前的半空中 一点朦朦的银色光芒亮了起来 最后 幻化为一双冰冷无情的眼眸 本尊根本没有询问第一分神 在那一双阴谋面前 第一分神 就像是一个赤裸裸的婴儿一般 啥秘密也藏不住 片刻之后 那一双阴谋从虚空之中淡去 亦是海中 响起本尊的冰冷无情的声音 我解决他们 随后便再无声音了 本尊虽然能在 其他两大分神危险时 自动查之 并触动分神之初 便设下的条件 但冷酷的理智 决定他还无法 透过分析的方式 提前预知其他分神的危险 并将之扼杀 在本尊银色双眸消失之后 第一分神方才回过神来 立即 佩里斯惊疑的叫唤声 传入到耳中 主公 主公 啊 怎么了 第一分神心神威夷 低头俯视着佩里斯 主公 你刚刚在那里出神了很久 属下唤你 主公 也没有反应 佩里斯道 哦 第一分神瞧着佩里斯的脸 但见佩里斯脸上一片疑惑 我又疑道 你刚刚 没看到吗 看到什么 佩里斯反问道 属下 刚刚说到应对的对策 主公 便突然一动不动了 你难道 第一分神 突然醒悟 佩里斯恐怕 真的是什么也没察觉 本尊的能力 已经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步 右手一挥 第一分神 坐回了黑色 华丽的地座上 神色 恢复平静 代人道 本座 刚在想些事情 佩里斯 你刚刚 说什么来着 陛下 单独的话 我们恐怕 很难应对 拥有大量黑暗远征军 注入的王朝大军 但我们 却是可以寻求盟友的 相信 这次黑暗远征军 突然返回太古 难受的 不知我们中央王朝 第一分神的眉头为阳 嗯 还有谁和我们 现在的处境相同 堕落天使军团 佩里斯大有深意道 堕落天使军团 风云无际有些不解道 主公 或许不太了解 堕落天使军团 便在我们东南面 太古魔戒 聚集区 在往南数万里 他们的首领 是堕落之王 卢西法 号称 被主神赐予额外的六队 十二支漆黑羽翼的天使 再加上 原本天堂主神赐予他的六对羽翼 便成为了宇宙中 唯一的一个十二对 二十四亿羽翼的天使之王 论实力 只怕还在魔戒 各大王朝大帝之上啊 便是那些古老的黑暗君主 对他也是忌惮不已 不过 堕落天使军团 虽是舍却了光明主神的荣耀 但他们毕竟是外来客 是不太可能完全融入魔戒的 在这一点 他们甚至还不如太古魔族 毕竟 那些家伙 本身为妖兽 与我们妖魔 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但天使 却一直是我们魔戒敌对方 就算他们背叛光明主神 也无法改变他们天使的本质 特别是 他们虽叛逃到了魔戒 但他们的实力太过强大了 这可令各大王朝的大帝 并不怎么放心呢 主公 若是找到他们联盟的话 则可无据 据说 北方魔戒 还有个光暗国度 光暗国度的黄 实力非常恐怖 或许 我们也可以联合 光暗国度的黄 也未可知 这样 三国力量若能联合 各大王朝 必定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啊 佩里斯一手捏弄着下巴 思索道 第一分神的眼神一亮 佩里斯 你果然有志 你的脑袋保住了 佩里斯心中恐笑 抬起头来说道 主公 最好还是派人 与地狱联系一下 如果真的联盟 恐怕还需要 主公亲自出马才行啊 嗯 第一分神 发出了一个鼻音 似乎做下了某个决定 西南 魔戒 天地昏暗 由宇宙外通往魔戒的巨大黑色漩涡通道 依旧保存着 透透的云序低垂 似乎垂首可及啊 在云层的遮掩下 天地更是显得昏暗 云层下 庞大的远征军团 排着整齐的队列 站立于天地之间 任凭天地间风沙呼啸 却是纹丝不动 尽管不言不动 这次透露出一股强悍的铁血兮兮啊 每一个黑暗远征军 战士腰杆子都挺得笔直 全身精气神达到了巅峰 保持一个随时可以出手的作战状态 在这只黑色潮水流淌的 魔戒大地的军团前后 八百余名天魔神级 披着黑色战甲 双肩以袭黑色的披风 隐身及地影 漠然 其中一名气息最为强悍的天魔神 扭过头来 抬头看向东北方向的天空 而几乎是同时 其他天魔神一心有所感 齐齐看向一个方向 少师 视野之中 空空荡荡的 只有那狂风吹皱的黑云 慢慢地流淌 但天魔神的感觉 那是远超常人呢 双眼看不到的 未必感觉不到 在长久与天堂作战之中 哀哀远征军 对异常的波动 那是分外的敏感 一丝强烈的不安表情 出现在众天魔神脸上 那是只有在天堂方面 出动至少十人 四亿以上的高阶天使 联合发动审判之光时 才会出现这强悍的天魔神脸上 在虚空战争中 很多时候 这种审判之光的发动 都会浮现天堂赤天使们的本体 而在众天魔神的感知中 那急速接近 若有若无的气息 对众人产生的威胁 还远在这之上啊 在这不安的气氛中 一名天魔神 终于忍受不住这般压力 爆喝一声 顿时拔空而起 手掌如闪电般的晴出 一片滔滔的魔云 如燃烧的地之火一般 喷波而上 向上卷去 辐射了大片的天空 同时带着强烈的黑暗气息的领域之光 从体内扩展而出 在这片天魔神之后 其他天魔神在气机的感应之下 也是纷纷爆喝出手 整个天空 顿时为极为纯粹的魔气所湮灭 那空间哗啦的碎裂 一个个天魔神拔地而起 领域在虚空中出现 下方 虽然没有感知到什么 但是所有黑暗远征军 在首领们出手的刹那 均动默契地拔地而起 向那中天魔神轰击的方向攻去 远远望去 原本流淌于地面的黑潮前蹲 便整个地离开了地面 拔空于空中 哄 天空 满天的云絮猛地炸开 那暴剑的云絮之中 本尊的身形 由淡而浓 凭空地出现 整个天地之间 突然涌起了一股领灵魂经济的寒意 似乎这块天地 刹那间化为了一处冰窖 本尊身上的衣衫鼓动 即便面对着下方 近千百经过战火淬炼的天魔神的强悍攻击 那双冰冷无情的阴谋中 也不见半点情绪波动 在众黑暗远征军的阴谋中 那白衣人影突然展开了双手 带起了一串模糊的白眼 从天空落下 下落到百丈左右 突然化为了一团蓬勃的灼亮光芒 砰 阴暗的魔界 天地之间 突然之间多了一个刺目的太阳 无匹的白光 从天空辐射整个天地 一缕缕刺目的光芒 充斥每一双 镶着天空的毛子 抹去他们眼中一切的印象 唯一留下的 只有那冲塞天地间 无处不在的亮白 让人忍不住偏过头去 以避开那刺目的白光 那团刺目的光芒 亮起的同时 时空也静止了下来 天空 中天魔神发出了 毁天灭地的狂暴魔器 连同这块空间内的 所有生命在内 全部一动不动 似化为了雕像一般 唯一能动的 那就只有本尊了 无法形容本尊这一刻的速度 有多快 本尊双臂舒展 化为一缕茫茫的光影 从虚空中的刺目的太阳中 破空而下 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后 落于黑暗远征军 组成的方列中间 本尊乌黑的长发飘起 冷漠的脸庞上 找不到一丝的情绪波动 便这样 犹如闲听信步一般 沿着黑暗远征军 站中间的一条笔直空隙 四缓十块的急吹而过 随着他前行的步伐 从那全身的各个窍穴之中 蹦射出一道道 通达万丈余长的 匹链寺的白光 辐射整个黑暗远征军团呢 一道道 匹链般的光芒 向四方是辐射而出 将一鸣鸣黑暗的远征军士 淹没其中 这一刻 西南魔际的天地间 化为了一片光的海洋 即便是隔了很远的距离 所有人都能看到 那冲塞天地间的光芒 那光芒中 一道若有若无的气息 却令所有感受到的人 抱紧灵魂站立 嗡 天地似乎都颤动了一下 同时满天的白光收敛 黑暗远征军的后方 如同太阳一般 不断散发出蓬勃光芒的本尊 也暗淡下来 一阵清风卷过 本尊的衣绝鼓动 风声过后 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后不到数秒 本尊如神龙一般 尿窍地出现 又尿窍地离开了